你真的是快30了 怎么能骗你呢 你身份证拿我看看 93年的 32个 对啊 探店捡到个流浪汗 他叫阿葱 看起来只有十几岁 我们请他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 一起聊一聊 今天吃火锅还是认识的一个新朋友 有肉还有火锅 好的好的 一早盯着馒头吃 你几天没吃饭了盯着馒头吃 吃着热 好好好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云南的 你身后啊 我叫阿葱 阿葱啊 我在那边看到你们在拍视频 我正好也想学习 没想到还是打扰到你们啊 没有没有没有 到这里山西花了多久时间啊 我做绿皮火灯花了 用了一天 到西啊 到西啊 等会过来的 等会你们是本地人吗 我们啊 对啊 我们也不是本地人 烤慢着 谢谢哥 烫烫慢点 一次呢 就一千块钱 就准备 整完大戏呗了 对啊 我试一试啊 那你一路 吃饭怎么办 住宿怎么办 这边我就一边打工一边走嘛 哎呦 小伙子 哈哈不说了 一边打工一边走 哥你能叫我拍视频吗 我们相坟就是缘坟 你赶快多吃一点 你吃完这一顿呢 按我的理解 你下一顿还没有着落了 你赶快多吃一点吧 但凡在这里的地方都是有故事的地方 哥 我能跟你们学习拍视频吗 怎么学习啊 我们也不是本地的怎么学 反正我都是一边流浪一边拍马 所以你们去哪我就去哪了 不会吧 我们去哪里去哪 对呀 如果有什么需要 然后你不要叫我去 等一下我去商量一下好吧 哥 小孩想跟我们吃 所以你哪要跟我们一路嘴嘴嘴嘴 这怎么搞啊 其实如果是困难 倒不走 反正天上筷子 我们三个人 绝对也不会多开一间 反正是三十几岁 他也没了工作 没了睡觉啊 我觉得那有点 吃不过去 要不然 我待两天 是看上去 不然他没了吃 跟我们吃是饿吧 叫他 我了 我怎么叫他 我叫他有你啊 哈哈哈哈 他自己就跟你住了 跟你住 阿松 跟我们一起走 这样上车 哥可以吧 钥匙给我吗 我在车上睡就行了 把什么钥匙给你 哎 我在车上睡一下嘛 不然太打扰你们了 把车钥匙给你 对 就是把那个 让我睡 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这不这 这不这 这不这方面 我们我们跟你刚刚认识 我把车钥匙给你 你不开玩笑吗 这么多酒店吗 去酒店 走 这样不好吧 打扰你 要吃钥匙给你更不好的 走走走走走 那行吧 走 来抱我来背吧 不用不用 我帮你了 没事我自己抱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 我来背我自己的 阿松 你先回房间等我 我一会下来啊 哎呦我的妈呀 小孩家 是不是要出去撤擦 是不是要把车钥匙给他 很熟了 我把他跌上来了 嗯 来吧 他说我们来钱住房间 哈哈哈哈 把车开跑了 哈哈哈哈 把车开跑了 把车开跑了 我不想来 那不是说 你把车给你住就是了 把他贴在我们上来 开两件房 那怎么把你的车钥匙呢 嗯 都 都为了跟他聊一聊 为了情况 要是 家里面是 贫困 他也不会跑出来 而且快三十多岁 嗯 又没了 又没了那个 我不说 你先干什么 你稍微问 不要说 我 花点钱 跟着我们吃完 没关系 搞出事情 对 对 哈哈哈 你保护好自己 老心 哈哈哈哈 哈哈 他我想告诉你 我不相信你可能把我吃掉 哈哈 要不要让他给你吃 哥 哎 你的一次性多洗啊 哎好谢谢 哎你的衣服要不要我帮你洗 哎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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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下吧 哎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 哎我们自己说他会往自己去呢 哎你自己梳洗一下 老心去了 好嘞好好好 阿仲这个小孩还不错 有这份心就行的是吧 该洗澡洗澡啊 好 水里也可以喝 嗯好 你从云南出来多久了 一个星期了 一个星期了 你出来的时候再多少钱 大概一千多吧 那你现在还剩多少钱 现在只剩下几百块了 剩几百块 那你下面怎么办 有什么打算 反正就是在外面往往北方走一走吧 现在天气也比较暖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 呃有妹妹都结婚了 你结婚了吗 我还没了 啊父母呢 父母都在老家 你不是说你理解的吗 有单亲家庭吗 对以前是单亲 但现在又重新组建了家庭了 那你跟你妈妈和爸爸 我跟我爸呀 爸爸和后妈在云南 对对对 妈妈在四川 妈妈成家了吗 成家了 我一共三个母亲 你是家里的老大吗 对我是老大 那你读过书吗 我读过啊 我高中一半 你之前做什么呢 我之前是在山东那边开塔吊的 开塔吊 哎呦还属于技术工作呢 哎呀现在没有活了 那你结婚了吗 还没了 女朋友也没有